怎么样啊,这是房地形地 我们已经到了西雅图 现在住在一个森林公园里头 真是森林啊 真是森林啊,给大家瞧瞧 这回大家看清楚了吧 真是在大森林里头 我们周围都是几个 住堂里老太太 里边六有天,没事儿 人家几家组织一块儿出来玩 哎呀,现在闲着反正也闲着 正儿把那个F150的旧节气门 新节气门已经换车上了 旧节气门拆了以后呢 清洗一下备用,以防万一吧 有些时候啊,说不准 这东西一旦出了一定挺可怕的 首先是车身抖,紧跟着,失去动力 特别在高速上,还挺吓人的 一不小心容易出事故 外边有车高速行驶的话 一不小心就怼上了 不是这儿脏了 这儿你看着还可以 主要是这里头脏了 还得拆吗 对,得拆下来 我们得用特殊的这种螺丝刀 把它拧开以后 把里头清洗完之后就好用了 这以后呢,反正是 过那么半年三个月的 就得把这个节气门清一下 清一下直接是 就是拿那个 它那个油一喷的什么的 喷起一喷就行 对,接下来我先把外头 稍微清洗一下 嗯 广告实践啊 清洗这个节气门子啊 就用这个 其实这个配件上都有 是吧 上面写的就是清洗节气门的 就这东西 非常简单 把这个一抠 是吧 然后这个 管 按上去 这管还 不好弄下来 这个管弄上去 好,弄到这里头 看着 看没有 然后把这边再清洗一下 看没有 这油就出来了 哎呀 多年的老油 老灰 给它撕一撕 嗯 好,看看 除一除 能动吗 你看没有 动不了了都 说明这里就掐死了 OK 好 嗯 用这个 试纸巾 把这里头 钢铁里 这个灰擦一擦 油弄完了之后 把灰擦擦 嗯 脏不脏啊 还是很脏的 我看看 你看看 诶 像是黑的 嗯 像是黑的 嗯 一会儿 还得擦一遍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打开 钢铁打开 看没有 我这种电钻是吧 这种电池瓣的 所以它不占地方 我一般都放在工具包里 随身带 这什么都不能缺呀 你知道吧 这种特殊的 钉 你就得用这种特殊的 头 把它拧下来 打开了 那里头就是这样子 看没有 里头这全是油 污垢 所以这钢铁呢 现在你看 能动了 嗯 是不是 全是油 所以呢 拿刚才这个喷子 好好的清洗一下 深度清洁 小马哥 你单买这么一截起门多少钱啊 嗯 我还真记不得了 一百多是得有的吧 嗯 加笔啊 把这头拿起来 清一清啊 都得清干净是吧 嗯 好放这儿 把尺子戳势 清添 嗯 嗯 好 这边是电路部分 尽量的别拿那个 清洗剂清洗了 而是拿这个 湿巾 把这个 脏东西 清洗一遍 清理一遍 嗯 它这有个密封圈啊 外的灰尘 轻易不会进去 只要凝死的话 嗯 但是呢 里头的油污 就不好说了 因为那个烟呢 它是这个 油力性的 对不对 嗯 它扩散性非常好 所以它很容易进到这里头 把这里头弄脏了 主要是把这油污清出来 那么这个接系门 又跟新的一样 其实你看还是摆新的 是 对吧 然后装装回去之前呢 拨动一下 它能拨动 能断了就行了 嗯 对不对 就开了 放上去 嗯 戴上 就行了 然后看一下啊 嗯 对好槽 诶 螺丝钉装回去 清洗绝起门子 这就完成了 这一次性别拧太紧 嗯 先到底 然后呢 在最后足够拧紧 对 别一下全拧紧 有时候就差着点哈 这时候再拧紧 嗯 别让它憋着 对 好 这可以了 这电路 这个插队的部分呢 应该是很干净的 问题不是特别大 然后我们把外头 稍微擦拭一下 就可以再使用了 看没 看来 嗯 你可以打开关闭了 是 好 多美 哎 这清热熟路 这一回就会了 是不是 嗯 下回就 照此 四方抓药 然后 胖的问题解决问题 就OK了 但是呢 黄黄一未然吧 每半年清洗一次 对 嗯 好 齐活了 齐活了 嗯 放心吧 OK了 嗯 OK了 嗯 真长技能啊 刚才都拨不动 小马哥真棒 嗯 好 感谢 天黑了 对面的老头老太太们 点起篝火 呵 拉架肠 聊得火热 嗯 看样子 他们都相互认识 然后呢 找了个周六日啊 来的这个森林里头 哎 房车营地 大家一块儿 过过房车营地的生活 哎 在荒郊野外 点几勾股啊 这人们这关系 就变得特别的近 真是 沏上一壶好茶 哎 暖味的红茶 哎 配着这个暖暖的 这个 马灯 是那个什么 而且咱那是张一元的 呵 嗯 嗯 来自北京啊 哎 发现没有 嗯 经常在这个房车营地 来玩的 嗯 中老年居多 对 肯定的 是吧 年轻人他还得忙着奋斗呢 嗯 他们开的这房车普遍还挺豪华 对 尤其美国人 嗯 然后像我们这样的 这个年岁的 也有 很少很少 嗯 嗯 像我们这样的华人 嗯 亚裔面孔 那就是少之又少 凤毛麟角 几乎看不见 对吧 嗯 我们就像一个另类一样啊 经常出现在这房车营地里的 哎呦 不能跟那个老外老头老太太们 那个 打招呼 一打招呼 他按住你 哎呦 那哇 瞎子就打开 照着两小时去 哎 一堂大课啊 大学里的大课 你挡着去吧 最起码两小时 嗯 给你开聊 不过说句实话呀 这两口能够这个玩房车玩一块呢 不太多 嗯 嗯 要么是老婆喜欢老公不喜欢 我就见过这样 哈哈哈哈 是吧 朋友老易就是 嗯 他老婆让他看房车去 他到我们那儿 直接了当去跟我们说 我就不喜欢房车 哈哈哈哈 没什么房车 我就过来意思一下 是吧 糊弄他老婆 然后 他就 估计回 打个谎 这个 就完了 但是呢 有些人呢 是这个 大部分 更多的是 好像女的不喜欢 对啊 是不是 女的都希望就是 就是 满定住一个地儿 哎 还是有一个安定的 稳定的 那是一方面 很多人是喜欢这个 所谓的城市生活 太平好家伙 居无定所 立刻毛都炸 是不是 对啊 有几个像我是 哈哈 不多 所以这个 真是 那儿 喜欢玩房车的 啊 而且能够 夫妻二人 啊 一条心 玩在一块的 不太多 昨晚这雨下了一整宿 细细缩缩的 哎 倒是挺浪漫啊 躺在房车里头 捂的被窝里头 哈哈 听这雨声 是吧 一大早起来 马嫂在做菜 啊 做点虾仁炒面 啊 好好好 哎呦 真是 都有了 配点青红椒丝 啊 听这夜雨 听得有点累了 吃好吃的 补一补 哈哈哈 嗯 然后我觉得今天下雨啊 嗯 咱就小镇上溜达溜达 好 是不是 嗯 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嗯 转一转这个 当地的有意思的小店 是吧 嗯 如果有好吃的 再吃点好吃的 行 今天这房车生活 就是十分的完美 啊 西雅图啊 北京遇上西雅图 我们终于来到西雅图了 在西雅图外围的一个小镇 呦 做得了 好看吧 大虾呀 五颜六色 真是五颜六色 是不是 哎呀是 不比那餐馆差 不差 是不是 昨夜这个 听完了那雨 听得很累了 吃着这个 虾炒面 是吧 嗯 补一补 哎呀补一补 非常的乐会儿 哎 哎 我们来到了小镇上 小镇上 小镇上有一家 古董店 哇塞 这东西还是 挺漂亮的 是不是 嗯 很棒 哇 瞧瞧这仨器 有年头了 有年头了 很有年代感的 嗯 很漂亮 嗯 瞧瞧 都是明清的 啊 红木家具 哈哈哈哈 哈哈 这是开呢的 真的啊 这有年头了吧 不知道 我不懂 我看这个 词曲 好像是日本的 中国的 中国的 我感觉像 啊啊 哦 日本的 嗯 你看这里的物件 就来自一个 中国的家庭 哎呀 很多东西 年代感十足啊 这是农业社会用的东西 嗯 嗯 像这花瓶 很漂亮 估计是从中国来的 只写着 正风 摇火 我这个市场很大 分两层 得转大半天 嗯 东西挺好玩的 都是过去的老物件 瞧瞧这 哎 杯子 茶壶很精美 哎 挺好王车 吃完饭 我们来到 嗯 西雅图的百家超市啊 中国超市来看看 买点东西 嗯 这儿 物件还是 挺便宜的 草莓 一块六毛九一盒 嘿 一块六毛九一盒啊 嗯 那还行啊 可以 哦 那还可以 哎 不愧是中国超市啊 中国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有特色的蔬菜都有 嗯 香菜四毛九哈 嗯 这还便宜 嗯 可以 大概是西雅图生产蔬菜的原因吧 这儿的蔬菜普遍比波特兰 甚至比加州便宜很多 嗯 尽管加州也是蔬菜产地 但是加州的菜并不便宜 嘿 哎 刚说完了 这儿这个什么日本番薯啊 白番薯啊 红番薯啊 全是加州产的 我估计加州卖的比这儿贵 虽然这是 这个番薯是加州产的 哎 这老姜也是加州产的呀 两块六毛九 看样子 加州产的菜 供应了全美国呀 甚至加拿大 嗯 这蒜 我原以为这蒜都是什么中国进口的 不是啊 这姜也不是 都是加州产的 走遍了美国呀 发现这个西雅图这菜 应该是最便宜的 当然这华人超市啊 不知道西人超市怎么样 其他这地方这豆腐 基本上都两百斤以上 哎 到西雅图豆腐 都一块多了 这大盒 哎呦 这儿居然有北京的桂花臣呢 十块钱 四川朝天椒 贵州二斤条 哇塞 贵州的辣椒 都卖到这儿来了 哎 这超市卖的中餐馆很多呀 四川菜 数一数二 嘿嘿嘿 原来 这点儿了 这就不算少了 哎 雨后西雅图湿润润润的 啊 我们来的这个 超市呢 就在这儿 叫 Asian Family Market 还不错 嗯 然后这价格 各方面来讲呢 挺亲民的